是誰… 天仔,媽媽 天仔 媽媽… 媽媽,我好想你,我們先進去 小姐,你知道哪有病遲是在幾樓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剛才我聽到時應說 好像是在八樓和七樓 不對,我記錯了 應該是在六樓和五樓 又不是 剛才我看見那個花鬼妹 穿著那件三點飾泳衣 是在四樓和三樓走出來的 先生,你這樣一個個按鈕都按 不是層層都按鈕嗎 真不好意思 剛才我看見那個花鬼妹 真的很散鏡 我只是想去看看她 我不知道她走了沒有 想著想著想著 還是這一層最穩妥的 好 怎麼會這樣 你剛才按鈕就弄停電梯了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真不好意思 阿朱太太,你心底真是善良 難得你這麼遲入門 跟她們三姐妹都這麼合 又這麼會體貼人 都是你朱家的福氣 你別說我自己稱讚自己人 其實我細衣就像濕水棉胎那樣 沒得談的 她的人不僅是賢良熟德 還能出廳堂,能進廚房 一定是我爸爸生前積落的福份 不要再誇張我了,碧雲 說到底,一家人嘛 我又喜歡小弟哥 如果將來我生個兒子出來 像天仔那麼乖就好了 對,我們下來也很久了 小曼不知道天仔是否搞定 不如上去吧 這麼快?還沒吃完 不要緊,我們上去才慢慢聊 是呀 夥記嗎? 是 結帳吧 好的 天仔,這幾天你乖不乖 有聽媽媽和表姑姐說嗎 有,表姑說 我以後都不可以做,跟媽媽一起 是否我餓,你不要我 當然不是,媽媽怎麼會不要天仔 是因為媽媽和表姑姐很久沒見你 所以他們打算接你過來住幾天 那你家明來接我回家了 天仔想跟媽媽回家嗎? 是呀,我只顧著媽媽你 但是媽媽和表姑姐… 那你留下來陪我吧 總之我一定要換媽媽一起 好吧,媽媽就帶你回家 沒問題,沒人可以拆散我們 你看看,你好像挺面善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你 不會吧?你在哪裡見過我? 不是呀,我見過你 我認得了嗎?你是表嫂的表哥 我小時候見過你 小姐,你認錯人了,我都不認識你 我沒有認錯,你叫洪耀生 你替浩月做買版的 這麼多年沒見你這樣也認得我 你幹什麼?你走,大姐,你走 你也救了 幹什麼?你想搶走,天仔? 天仔,請媽媽嗎? 我沒有,我沒有,法官盤之前 天仔由我們看管 你現在竟然違反協議 這件事我一定會跟法官說 天仔,你這樣… 再吵也沒用了,快停電吧 天仔 媽媽… 案件編號DCCJ,1962年312號 袁素人羅麗美婚女士 入品申領朱白天之館養權 答辯人為朱碧霞女士 法官大人,我想請我當事人 朱碧霞女士說說 她作為朱白天生母親的心聲 朱碧霞女士,請你發現 由我陀主天仔的那天開始 我們母子倆一直都沒有分開過 我先生很不幸在幾年前過世 我逼不得已帶著天仔回外架 但作為一個媽媽 我自問我一直盡心盡力照顧天仔 而天仔也很依賴我 所以根本沒有人質疑我對兒子的愛 朱碧霞女士,根據羅麗美婚女士的入品狀 她說你可以證明朱碧霞女士 並不符合管養朱白天的資格 是不是呢 沒錯,她是一個不稱職的媽媽 嚴格來說,她不配做人家的媽媽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呢 她帶了天仔回外架 純粹是為了爭取家產 為了討好我爸爸 她未經羅家的同意 就將天仔過繼給朱家 天仔由羅伯添 改名為朱伯添 被其他小朋友笑她是朱伯添 令她很不開心 那最多說她是一個自私的媽媽 不至於說她完全不稱職是嗎 自從她加入浩穴之後 為了邀功爭權 本來答應了天仔帶她出去玩 但一次都沒實現過 令兒子病又不知道,不開心她又不知道 有一次差點天仔跌到街上 你可否清楚地說明 害得兒子幾乎跌到街上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那次因為他要去馬交談生意 臨出門口時發現不見了一條絲巾 天仔很乖,打算幫媽媽找回 後來天仔發現那條絲巾 原來在露台外面 他就擔心椅子,打算爬出去幫他撿 他幾乎跌下去 女兒,幸好我及時發現 說謊,根本沒這件事 答辯人,請你冷靜點 朱碧雲女士,請你繼續 是,法官大人 在他心裡,他緊張生意比兒子更多 要不是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怎可以完全不知道呢 朱碧雲女士,請問除了你之外 有沒有其他人可以證明 當然有,就是我細姨蘇麗常 我三妹朱碧琳 和妹夫周玉仔 朱碧雲女士,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找他來做證 當時黃金花園 天仔半身突出露台 也挺危險的 的確是大家姐救了她的 天仔說不想媽媽擔心 叫我們不要說 所有人全家都沒有跟二姐姐 說過這件事 天仔他平時很乖 很乖的,很少白艷 他最黏的就是他媽媽 不過他經常很忙 根本都經常不在家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集吧 字幕製所令人